佛说,要来的人,是必然,要走的人,是绝来,该来的,总是会来,你挡不住,躲不开,要走的,总是会离开,你无法满留。 一,要来的人,是必然,今生,你会遇见谁,其实都是命运的安排,没有办法改变,就你努力了很多次, 到后来,还是来了,欲敬爱你的人,那是福气,是必然的运气,一辈子恩恩爱爱,牵手同行,到老了,可以真心陪伴,欲敬爱而不得的人,也是缘分,那是你苦苦修行上辈子的结果,其实是虚言,或者是上辈子你欠下了太多的情债,金上来偿还,你别多,没有用,那是你必须偿还的一笔债务。 遇见思念一生的人,是难过,也是幸福,那些思念,多么美好,看起来很远,但想起来很近,当你的思念涌上来,才知道,心中被一个人占据了,无法摆脱,得不到的爱情最好,你每距离产生了美,但得不到的爱情,最想得到,因为这样思念,是一种折磨,多么希望,紧快结束这样的感觉。 二要走的人,是决然,如果不是铁了心要离开,为什么走的时候,没有回头,也再也不会联系? 思念一个人,不管有没有缘分,都要联系,告诉对方,自己的感情,哪怕无缘成全,但你就可以像兄妹一样效果,像知己一样心有灵犀。 可是,那些要走的人,原来都是情断了,爱已经没有了,留在心中的,多半是恨,是一种难受。 其实,真正遇到要走的人,最好的办法是,逼着自己去忘记,然后去爱社会大家庭,去爱更多的人。 其实,要走的人,就是纠缠一辈子,也没有用,都是两白智商,何苦呢? 人哪,总是要学会顺其自然,别让那些感情纠缠自己的心,困住自己的人生,注定不能改变的,就坦然接受,注定无法拥有的。 就微笑释怀,遇见谁,都是老天爷的安排,别责怪谁,别抱怨人生,我们哪怕是匆匆忙忙遇见,都是缘分。 珍惜过,努力过,就没有了遗憾,要知道,遇见是猝不及防,离开时早有准备。 福说,前世五百次的回眸,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,今生,爱恨随意,来去随缘,您的幸福,我的祝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